Hello大家,欢迎快乐频道 这个星期我收到了好多私信 问我如何卸除身体防晒 来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如何卸除一些防水防晒霜 有卸妆油,沐浴油,还有卸妆巾 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大类卸除防水防晒的产品是油类 以油溶油其实是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 油类可以快速的溶掉你身体上的那层防晒膜 它破坏掉分解掉那层膜 我们平常其实可以用卸妆油 但我知道市面上大部分的卸妆油都性价比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沐浴油来代替 专门的身体沐浴油 像这款贝德买的Atoderm专门的shower oil 它就是在洗澡时候使用的 不是那个body oil,它是shower oil 就是在你试用干用都是可以的 你看上去它就油油的 但它一遇水就会起小泡泡 它会起低泡 一下子就冲干净了 绝对洗完之后不会有油腻感 我刚开始用沐浴油的时候 完全颠覆了我对沐浴乳的认知 没有想到一个油还可以把身体洗得这么干净 而且也不会说之后会拔干啊什么的 如果你看成分类表的话 这一类的身体油都是会有一个成分叫PEG7 是一个很常见的表面活性剂 它一遇水就分解掉了 一遇水就可以乳化轻松洗掉油膜 这款贝德玛的里面还有木糖唇 烟鲜鲜还有维生素E的添加 所以洗完之后也不会觉得紧绷有保湿的效果 如果你真的完全不能接受有一层油膜的感觉 你可以拿它当做二次清洁 就和我们脸部一样的嘛 你先用卸妆油 再用你普通的洗面奶 像这种沐浴的话 你就先用这个沐浴油 再用你普通的沐浴泡泡 是一个效果的 而且比如说你出汗很严重的 其实你用肥皂什么的真的洗不干净 你只用油溶油 才可以真正把你身上那些脏污啊 油脂啊全部都分解掉 它洗完那个皮肤的柔滑柔顺感 还有你洗的那个干净的程度 真的是普通的沐浴乳 没有办法比的 还有一款沐浴油是一泉的 跟这个很像 也是法国的药妆品牌 那那款跟这个成分几乎一模一样啊 也是有一些表面活性剂 然后有一个fregrance 但是它之后不会流香 就一洗掉 那个香味就没有了 那款一泉要比贝德玛的 泡泡再丰富一点 但是它们其实洗完都差不太多 夏天我离不开沐浴油 还有一个原因 说出来其实有点尴尬啊 大家都会用腌下止汗膏吧 你知道那个止汗膏到你的腌下之后 会留一层那种白白的膜 或者是一层膏体就封住了你的皮肤 一层膏体很难用肥皂 或者是用沐浴乳清洁掉的 我自己是试了很多方法 我除非用沐浴球可以磨砂的那种 或者是真的磨砂膏 才可以把那层膜 那层膏体给清洁掉 只要用这个产品 你轻轻的在腌下揉一下 马上那层膜就不见了 完全分裂掉 之后皮肤还会非常柔软 绝对不会说因为磨砂 会让腌下泛红啊什么的 还有一个产品 我觉得你们一定会问我的 就是前几年非常火的 欧苏丹杏仁沐浴油 那这款我是在年少无知的时候用过 我当时觉得还不错 但是我后来没有再回购 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原因了 太香了 那个香味香到 你之后洗完澡 用了身体乳 上床睡觉 第二天我都能闻到 我不知道我可能比较敏感 对香味比较敏感了 但是它真的很香 我查了成分才发现 它里面的香料有十种 真的我不夸张 你整成分列表 配方表 最后的十种成分都是香料 什么芳香醇啊 香毛醇啊 还有frequency 还有什么提取物 就是所有的香料 它都添加进去了 那个香味就是甜杏仁油的味道 味道其实还可以 不是说难闻 只是说它这个流香会持续很久 早上洗澡的话 你之后要上什么香水啊 之类的 我觉得可能都会闻到 它还有优点呢 那款它用的油 全部都是植物萃取的油 不是那种人工合成的 它通过乳木果油 杏仁油 还有椰子油 分解掉这个油脂 所以它相对来说 对皮肤是很温和的 只不过它最后 添加太多的香料了 像身体经常干燥 泛红 发痒 或者有鸡皮 还有一些皮肤炎的症状 像这些朋友 就不要用这个产品了 贝德玛一全都没有这个问题 它们香味就很少很少 到最后洗掉以后就闻不到了 如果只是偶尔用方式产品 其实你不用特意去买身体 沐浴乳 用普通西装油也是可以卸掉的 那我已经推荐过无数次的西装油 我想我不用说你们也知道了 鸡眼 还有牛乳食简 我会把图片放在这里 我用过无数次 推荐过无数次 性价比最高的西装油 没有之一 那翻口我也很喜欢 只不过翻口那款性价比 没有这两款更高 这两款我跟你说 200毫升你 身体脸 全身用起来都不心疼 而且我喜欢它们是 因为成分非常的天然温和 没有什么多余的香料啊 刺激精油啊 这些都没有 成分列表也很短 所以适合敏感肌 容易爆痘的都可以使用 我个人的习惯是 只要用了防晒霜 我晚上一定要用西装油清洁 因为我白天油脂分泌很多 我是油皮嘛 加上防晒霜和油脂在一起 啊 那个 感觉 你懂的 很难用普通的洗面来洗掉 只有卸妆油才可以 卸到你觉得 啊皮肤真的是 完全没有负担的感觉 我不用它们反而会爆痘 所以卸妆油 我觉得 真的是因人而异 不是说 用卸妆油都是过度清洁 这个要看你 个人的皮肤啦 如果你是那种很薄的 很敏感的 当然不用每天都用 但如果像我这种成枪皮 油豆皮 你可以选择一些 不会爆痘的卸妆油 可能会更适合你 第二类卸除防水产品呢 就是卸妆巾 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环保一足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种重复使用的卸妆毛巾 那这款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很火了 是那个makeup eraser那个牌子 现在市面上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牌子啊 都是可以的 注意买的时候就这种要买这种长毛的纤维毛巾 就专门的预温水可卸除的 不用添加任何的卸妆液 就可以卸掉身体上的一些残留啊油脂啊 还有防水的那些产品 那我特别喜欢它就直接拿到浴室洗澡的时候用 洗澡的那个水的温度真的刚刚好 你就直接把它打湿 什么腿啊胳膊啊身体啊都是可以一擦 防水产品全部都卸掉了 因为它这种长毛的纤维嘛 不会说很摩擦皮肤 它跟你那个浴球或者是磨砂质地的磨砂膏 什么都是不一样的 身体上那层油脂可以带走 不会说有过度清洁的情况 清洗也非常方便 像毛巾一样丢到洗衣机就可以洗干净了 自然晾干 或者用太阳晒一晒都是可以的 现在除了卸妆巾 竟然也出现了重复使用的卸妆棉 对卸妆棉就是 我们普通卸妆盐不是长这样吗 也是一个原色的棉片 只不过它是用竹子和棉花制成的 可以重复利用的 概念也是像你平常的卸妆棉一样 用把你的眼圈西方液倒在上面 然后卸眼睛卸嘴唇什么都可以 然后最后每一周你可以把它们都放在一起 直接丢进洗衣机 就洗干净了 我觉得这种环保的概念真的非常赞 你想想如果你每一天都化妆 每一天都用卸妆棉的话 你一年要消耗掉多少 这样重复利用减少污染 也减少你化学剂停留在脸上 造成的一些皮肤刺激 出门在外的话可能不方便用这种重复使用的毛巾 那我们只能用普通的卸妆湿巾了 卸妆湿巾市面上太多种选择了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大概是十几年前 又暴露了年龄 就那个时候我当时去超市 我想找一款卸妆油嘛 我找遍了超市都找不到一款卸妆油 全部都是卸妆巾 我觉得卸妆巾可能是美国人几十年 唯一的卸妆方式就是用卸妆巾擦脸 他们皮肤真的有那么耐造吗 我觉得真的那么厚吗 不会泛红吗 但他们真的是这么用 我猜他们几十年来都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 没有必要用什么卸妆油啊什么的 就一擦再洗个脸就OK了 虽然想想也是蛮不错了 但是我真的不推荐 我真的不会用任何的湿巾去擦脸 因为你一擦那个皱纹啊什么全部都擦出来了 而且很多卸妆湿巾里面有那个酒精香料 什么各种各样的成分 对皮肤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是不用卸妆湿巾去擦脸的 我会擦哪里呢 我会擦比如说像身体防晒啊 还有脖子下面啊 这下面这个胸部以上这个位置 有时候会擦防晒嘛 就平常不容易洗到的位置 或者是一些手上的残留彩妆啊 平常上妆的时候会擦一下手啊 手臂试色啊 彩妆试色啊这些 所以卸妆湿巾在我这儿 唯一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够湿 就它不可 它不能就让我一擦就拉扯皮肤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这是最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啊 如果这个东西再好用 如果它很干干的 我也不愿意使用 第二要求就是性价比一定要高 因为你浑身都擦嘛 你不是说只擦脸 消耗量很大 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 尤其美国和国内我都在找 那美国这边我用下来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 性价比超高的 就是Walmart这款 Equite Walmart自己的品牌啊 叫Equite Original Clean 他们家有好几款 那这款是有 60个 60张纸的 里面有60抽 那还有一个是40抽 也很好用 就他们家的 西装湿巾 真的都非常的好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它的盖子 是塑料盖的 它不是那种路德清 那种膜直接盖上 你知道吗 那种就很容易 蒸发掉那个水分 每一次用完以后盖上 密封性很好 不会流失掉水分 你即使用到最后 那个湿纸巾还是很湿 平常早上我上妆的时候 其实都会用它擦 像你们你看我平常 这是已经擦过的 脏的这种 就是擦个粉底啊 什么的 都是可以用它的 然后再说国内的话 我每次回国的话 我比较喜欢两个 一个是慢单的 还有一个是屈尘式的 自营品牌 慢单的那款 它的液体非常的充足 就它那西装湿巾 真的是可能是市面上 我觉得最湿的西装湿巾了 然后就是屈尘式的 那款自营的 我也很喜欢 有一个绿茶的 还有一个蓝色包装的 我都用过 我觉得都很好用 也是塑料盖子的 卸妆力度也够 然后纸质的那个质量也很好 屈尘室内还是相对来说小包装 平常也可以放在包包里 随时拿出来用很方便 然后最后一个 也是跟大家私心推荐的 我平常用的东西 是这个 Wet wipes 是这款sensitive skin的 它是无香料 无酒精 真的是给敏感肌使用的 它因为没有酒精啊 你不能拿它来消毒 在疫情期间嘛 很多人说要用什么擦手巾消毒啊 那这个就没有这个功能 它只是给你把脏的东西都给擦掉而已 如果你想买 痰酒精的 可以买它红色包装的那款 就是因为这款绿色包装的 无香料无酒精嘛 我有时候拿它来擦嘴 比如说你吃饭之后 你可能口红啊什么的 就很messy 你就可以拿它擦一下嘴 还有然后补涂放下霜嘛 手会很油腻也可以拿它擦 这个真是我回购无数次的湿纸巾了 然后还有 它有这款小包装的 有没有很方便 它就是一个一个的 直接放在你的包包里 像女生的包包 现在做的越来越小 这种小包装的非常贴心 擦完以后也觉得不会紧绷 里面有这个黄瓜和芦荟的提取物 也可以稍微保湿一下 之后再擦护手霜 这个Y-Once真的是我私心推荐 我觉得没有什么人会在视频里说 这种湿水晶吧 但这个湿水晶真的是用过 很多年 非常好用的一款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不太好买了 如果我看到了 会把一些连接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这期的你们我答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关于A酸A醇如何和活性成分搭配 那我个人是不建议A醇搭配其他的活性成分的 如果你一定要搭配的话 最好选择就是烟纤胺 烟纤胺是唯一和A醇在一起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刺激的成分 有一些科学研究证明 它们在一起搭配 效果会更好 当然这个是因而异 敏感肌的话我还建议你一步一步来 像果酸水晶酸和A醇是绝对不可以的 那样就等于回脸和烂脸 一种酸皮肤已经很难吸收 很难接受了 你还搭配一个其他的酸进去 你相当于去角质 加上换肤 加上新陈代谢提高 那你皮肤能受得了吗 尤其最开始用湿黄唇或者A酸的朋友们 一定要一步一步来 你可以先隔两天使用一次 然后再隔一天使用 最后再每晚使用 这样循序渐进效果比较好 也不容易有副作用 比如说副作用像脱皮啊 或者暴痘啊什么的这些 如果你循序渐进来的话 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是VC产品 VC产品我建议大家还是早上使用 晚上使用像烟纤啊 A醇或者果酸水洋酸这一类的 晚上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 然后白天搭配VC 因为VC和防晒霜一起使用 是一个黄金搭配 它可以很好的抗氧化抵抗自由基 也增强你这个防晒霜的能力 晚上修复 白天防御 做到一个全方位的抗老 好那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有任何想看的主题都可以给我留言 那这期的视频也是大家给我的灵感 你们每个留言我都有认真看 我没有回复的 我都有拿小本们记下来 之后的视频会说到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 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